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热烈,黄渤带领王一博追梦,街舞喜剧感动人心8分。 热烈是一部2023年上映的中国喜剧电影,由大鹏指导,黄渤,王一博,叶音,周森林,门绍青,张运辰等主演。 这部电影讲述了面对炯镜仍然坚持着自己梦想的陈硕,王一博士,偶然间遇到了人生伯乐丁雷,黄博士。 在数次的阻碍与困难中,两人带领团队突破难关,最终奔向共同的目标的故事。 这部电影是大鹏导演的第五部作品,也是他首次不亲自参演的电影。 这部电影以电舞为主题,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青春世界。 电影的节奏明快,情节感人,笑点十足,让人欢乐不断。 电影不仅在中国拍摄,还跨越了俄罗斯,哈萨克斯坦等地,增加了电影的国际化和多元化。 电影也不缺乏对梦想和友情的赞美和感动,探讨了个人和团队,挑战和机遇,信念和勇气等主题。 黄博在这部电影中再次展现了他的喜剧天赋,他将丁雷这个角色塑造的既有经验又有个性,既有智慧又有幽默,既有领导力又有亲和力。 他和王一博的组合也很有火花,两个人分别拥有不同的街舞风格和技巧,却又能相互学习和配合,形成了一种动感的喜剧效果。 王一博则扮演了一个既执着又纯真的青年舞者,他的眼神和表情充满了热爱和渴望,让人为他加油打气。 他和黄博之间的诗图情也是电影的一大亮点,两人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相互支持共同成长。 热烈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中国喜剧电影,它不仅给观众带来了欢乐和惊喜,也给观众带来了鼓励和感动。 我给这部电影打八分。 热烈燃烧的师徒情感,激昂的体育精神。 主演,这部电影的主演黄博和王一博,可谓是本片的最大亮点。 黄博的演技自不必说,他的角色丁雷,无论是在对白,表情还是动作上都展现出了极其深厚的演技。 而王一博饰演的陈硕,他的热血和坚持,无不体现出年轻人的拼劲和体育精神。 两位主演的表演自然真实,让人感同身受,我对他们的表演赞不绝口。 情节与主题,电影热烈以丁雷和陈硕的师徒关系为主线, 讲述了他们如何在竞技体育的世界中,互相扶持,共同成长的故事。 影片主题鲜明,那就是师徒间的情感以及体育精神。 整个故事情节紧凑,主题明确,让我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共鸣。 基调,电影的基调积极向上,充满了热血和激情。 虽然影片中也有挫折和困难,但是丁雷和陈硕始终不放弃, 他们的坚持和努力最终赢得了成功。 这种积极向上的基调,让我在观影过程中感到振奋和鼓舞。 演技和角色,黄博和王一博的角色塑造非常成功, 他们的表演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丁雷和陈硕的角色性格。 他们成功地塑造了一对充满情感冲突和体育精神的师徒形象, 这让我对他们的表演赞不绝口。 配乐,电影的配乐非常出色, 每一次音乐响起,都让我感受到了电影中的情感波动。 配乐与画面的结合恰到好处, 既能强化视觉效果,又能提升观影体验。 特效,电影中的特效效果十分出色, 尤其在体育比赛的场景中, 特效的使用让我仿佛置身其中, 感受到了比赛的紧张和刺激。 剪辑,电影的剪辑流畅自然, 每一个场景的转换都恰到好处。 这种剪辑方式使得故事情节的推进非常流畅, 没有出现任何突兀或者断裂的感觉。 节奏,影片的节奏紧凑而富有张力, 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张刺激的氛围。 这种节奏把控让我在观影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期待和兴奋, 完全被电影所吸引。 总的来说, 这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电影, 它以热血的体育精神和感人的试图情感为主线, 通过优秀的演员表演, 紧凑的情节, 丰富的配乐, 出色的特效以及流畅的剪辑, 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目光, 让人们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 我相信这部电影将会让很多观众产生共鸣, 也会激发更多人对于体育精神和师徒情感的思考和感悟。 这个夏天, 王一博最名副其实的喜剧热烈来了。 由大鹏导演指导, 黄博, 王一博领衔主演, 刘敏涛, 岳云鹏, 小沈阳, 宋祖儿主演的青春励志喜剧电影, 即将于7月28日全国公映。 这绝对是这个夏天, 这个暑假最值得期待的喜剧电影。 热烈官方账号已经公布了多个预告和花絮。 目前看来, 是笑泪燃爽汇聚一堂。 热烈是现实题材生活化的喜剧, 不靠夸张的动作表情和台词, 也不靠离奇的剧情。 但往往这样的喜剧让观众更有代入感, 发自内心的欢乐比尬效高级多了。 王一博, 岳云鹏热烈。 大鹏导演的喜剧这两年越发精彩了。 上半年上映的《保你平安》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 大鹏导演喜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自生活, 又高于生活。 他电影里的角色大多是小人物, 非常接地气, 且有血有肉。 他将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提炼出来, 又能引发观众们的思考。 大鹏导演的《保你平安》。 据大鹏导演亲口所说, 热烈是他所有指导的片子里, 最好的一部。 据看过的观众反馈, 热烈确实比《保你平安》的完成度更高, 也更然。 这说明, 大鹏导演自己也一直在进化。 中国电影近两年中青年导演的影响力明显越来越大了。 这对整个电影行业来说都是好事。 热烈算是中国电影一种新的类型片。 它是融合了舞蹈和竞技体育的喜剧片。 这种片子的编导和演绎, 对中国电影来说也是一种创新。 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, 而创新往往是这些青壮年的电影人们引领的。 王一博饰演的陈硕在片子里有着清晰的成长轨迹。 你能看到他为生活而努力, 为梦想而挣扎。 里面有他青涩甜蜜的爱情, 也有暖暖的感人至深的亲情。 陈硕是被爱包围长大的孩子, 这样的孩子, 即便家里经济环境不好, 也能茁壮成长起来。 王一博电影热烈 所以,热烈是什么? 热烈是有爱有笑一家人, 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。 是少年无惧岁月长, 沸腾追梦心滚烫, 热烈是爱的魔力转圈圈, 是年轻人不放弃不服输创造的奇迹, 也是中年人的热血南梁。 这个夏天, 无论如何都要去热烈一次。 因为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。 支持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中国电影人, 感谢你们给大多数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欢乐和色彩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